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无限大的 好 这个是一个导体平面 很薄的 那么它有电流 电流呢 就从这个地方 我只画几条 这是电流密度 从这个地方过来 那么我们现在假定这个电流 这个通通有电流啊 是I 这是无限大的 那么这个 我这个没有画得很平行 这应该是平行面 平行面 好 那这个是K K就是单位长度的电流 我们这个不要用I 单位长度的电流 K要等于K乘上X 就是我们把这个方向当作X 好 那我们就 在这里设一个坐标来表示它的方向 这个是Z轴 那这个是X轴 那这个是X轴 那当然这个就是Y轴 Y轴 这是一个带有电流的一个薄片 导体薄片 那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都是无限大 这个无限大 这个也是无限大 那问这个电流 在空间产生的磁场 好 那我们现在怎么做呢 当然你这个题目啊 你用Build Savalot 不好算 Build Savalot 只能算这个很细的一个电 很细的一个导线上的电流 那你要取这个Element的话呢 取一个很细的 然后他还要往这个 他的周边去积分他 那这个很麻烦 那我们就用这个 安培定律试看看 好 我们用Ampers Law B.D.D.L等于Mu0 I Enclosed 好 那这就是说 从一个封闭路径里面 封闭路径所围成的面 穿过的 不是 这个是一个封闭路径 围成的面 穿过这个面的电流 产生的磁场 它的限积分是这个 那现在我们 首先就是要取D.L 你怎么取D.L呢 D.L取法就是说 你取了这个D.L以后 要根据这个电流的对称性 使得这个B场 在这个路径上面 有某一些特点 这个特点 让它的积分很容易积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要先判断说 大概这个地方的磁场 是什么样的 要先判断 那我们知道 我们把这个Current 这是整片的 我们可以看成一根一根 间隔很小很小 有无穷多条的这个细导线 上的电流所构成 那每一个细导线呢 它都会产生磁场 对不对 这个磁场我们就安排右手定则 如果磁场往这个方向 电流往这个方向 让磁场是 是手指头弯曲的方向 所以啊 在上面这个 我们找一条来看看 一条 你如果在这里做一个 在这里画出它的这个磁力 磁力线的话呢 它应该是这个样子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这样子 这个地方是这样子 我们就看这几条好了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旁边呢 这个我是画得很开了 其实啊 它很紧 所以这个旁边有一条跟它一样 这个跟这个正好是大小相等 然后夹的角都是 一个朝下一个朝上 所以这两个的项量呢 这两个的项量 我们说最后啊 它的核项量啊 都是在这个方向上面 都是在这个方向上面 因此啊 我们就 这个时候我们就画一个封闭的路径 像这样子的 画一个封闭路径 我们在这里 画一个封闭路径 有一半呢 在这个导体 薄片的上方 有一半在导体薄面的下方 好 那我们就另 这个是A点 这个是B点 这个是C点 这个是D点 我们这路径就画成这个样子 路径呢 我们要顺着什么方向呢 顺着这个磁场的方向 电流是这个方向 所以磁力线是这个方向 我们顺着这个方向画 OK 顺着这个方向画 好 那 我把这个 画看一看 好 它的电流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取一个封闭的路径 长方形 封闭路径 ABCD 就像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开始判断 这个上面的磁场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 我们说在这个磁场 在这个地方的磁场呢 都是像这一边的 磁场 朝这一边 这个下面是朝这里 这个地方是Z轴 我们知道 这个Z轴 Z轴上面的磁场 不会有 因为它两个太急了 两个急了 所以从你这个地方有个上去的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就有个下来的 所以 一边 这边 再靠近这个路径是上去的 那这一边靠近这个路径就是下来 两个底下了 OK 底下了 那么 所以我们说这个Z Z厂 没有这个 BZ等于零 因为在 好像这个电流非常靠近似的 所以呢 没有朝这个方向的 这个路径的B呢 都等于零 这个路径的B 这个路径的B也等于零 也等于零 就这个路径呢 是顺着这个 顺着这个DL的方向 这是DL 这个是DL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长方形的路径呢 把它分成 E是左端 它原来是这个 B.DL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写成四段的积分 从A到B B.DL 然后再加上 B.DL B.C 然后再加上 B.DL C.D.D B.D.A 我们知道这个是零 那也就是说 在CD CD路 它没有 它完全没有这个路径上面的这个 没有这个方向 没有Z轴方向的这个 这个磁场 于是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现在的积分只有这两段才有 A到B C到D才有 那A到B 这个是零 这个 也是零 所以它这个就变成 变成这个 我们 我们写一下好了 我们写一下 因为 AB边 G.C.D.边 B.X D.L.平行 OK 那 DA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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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C.边 B.X B.X 是跟路径要 垂直 OK 路径 它因为没有Z 没有这个方向 它只有这个方向的 这个B.X 还是只有这个方向的 还是只有这个方向的 B.X OK 我们写这样子好了 写这样子好了 OK B.X 还是只有这个 这个方向 所以它跟路径垂直 这个跟路径平行 所以我们说 这两个是等于零 这两个是零 那这个呢 就是等于 B跟L是同方向的 所以它这个长度 我们现在取这个长度 做的这个长方形的长度是L 所以它这个积分就变成 B.X 加上B.X 两倍的B.X 两倍的B.X 好 那么右端 我们看一式 一式右端 它是μ0 iEnclosed 那么 iEnclosed呢 它单位长度 单位长度是K 那总共的长度是L 等于这个 好 于是我们就把左端 跟右端横等 那就是 两倍的LB 要等于μ0 kl 所以我们就有 B.X 是等于 μ0 k over2 那么朝上面的呢 我们画出向量来 上面的是朝 Y的 朝Y的负方向 它是负的 二分之 μ0k Y方向 好 这个是 这是前面 这个我看看 这是下面 这个是上面 Z大于0 Z大于0 好 那么 上面呢 2 那么 乘上Y就好了 Z 小于0 就说 你在上面的话 是朝这个方向 负外的方向 下面是朝这个方向 这个是 配定律 解一些特殊的电流分布的情形 在空间产生的磁场 就稀疗了 感谢观看